在我国的开国将领中 有一些人曾经是武林高手 他们身手好 武艺高强 在作战中因为这种特殊的才能辅助 更是如虎添翼 如出身少林寺的上将许世友 先辈曾是绿林好汉的贺龙元帅等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 在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中 还有一个你想不到的人 也曾一身功夫 还是武林宗师的弟子 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而他的师父 正是与霍元甲齐名的韩木侠 一个是武林侠士 一个是国内无产阶级革命奠基人 两人之间又曾有过怎样的渊源呢 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还请各位帮忙长按两秒点赞按钮 来个强烈点赞 并且关注一下 以后常来不迷路 出此相识 解一下不解之缘 1916年 南开大学校长张柏林 受到新思潮影响 认为当前的校园环境还不够完善 世道不好 学生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是国家的希望 一味的学习怎么抵抗大风大浪 如果能学习和健壮的体魄皆有 就更好了 因此张柏林就想 要不要出去找个武术大师 刻余时间专门教授学生们武术呢 也就正在张柏林范南去哪儿找的时候 有人给他建议 在天津当地 就有一个武学大师 韩木侠 他在河北路开办了一个武术馆 曾打败了浪里角 不久前还打败了日本柔道高手 东湘平三郎 要是能将韩木侠请来 肯定是反功倍 张柏林听到韩木侠的大名也觉得好 但心里犯了嘀咕 韩木侠不久前 连袁世凯的邀请都拒绝了 自己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校长 能请来这么大派头的韩木侠吗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张柏林上门拜访这位 连袁世凯面子都不给的武学大师 本以为他会拒绝 谁想到韩木侠竟然毫不犹豫 直接就答应了担任南开大学的武术顾问的请求 张柏林喜出望外 立刻邀请韩木侠来到南开大学 韩木侠来到学校的第一天 就赶上了校园内的一场爱国演讲 正在激情澎湃讲话的同学 给韩木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来到南开大学任教第二天的韩木侠 晚上正在自己的武馆吃饭 就听到馆内的弟子说 有个学生来拜访他 韩木侠虽然有些诧异 但还是见了这个学生 他眼望去 这个学生英姿勃发 直理甚功 正是昨天在校园内演讲的学生 这位学生就是年仅17岁的周总理 韩木侠本身就周总理印象不错 在知道周总理想成为自己正式弟子的想法后 韩木侠同样是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并约定只要周总理没课 晚上就可以来自己的武馆学习 而这一次的交集 成就了两人一生一师一友的情谊 周总理跟韩木侠的武学岁月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周总理正式成为了韩木侠的私传弟子 韩木侠很是喜欢这位进步青年弟子 教授无意之余 两人的关系也逐渐熟弱了起来 经常讨论时局和对某些事件的看法 韩木侠渐渐发现周总理是个心中有秋贺的人 不仅有见识 有思想 有热血 还有自己的高原志向 他的很多话都是一针见血 在针扁实证方面 可以说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 韩木侠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越来越赏识 在日积月累的接触中 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逐渐走向平等的一师一友的状态 再说下韩木侠这个人 可以说是当时的武学天才了 少时家里贫困 来到镖局打工 勤快又有在意 得到了当时镖师周滨毅的看重 13岁时将设为徒弟 将自己一身武学交给了韩木侠 韩木侠学成后去外地游历 又拜了张战魁为师 功夫更加厉害 一手行一拳和八卦掌 很快就难逢敌手 在全国游历期间 韩木侠求之若渴 博彩重长 逐渐成为当时武林中 响当当的武学宗师级人物 韩木侠在外多年 最终在1912年再次回到天津 开办了武馆 前来踢馆的人有不少 其中就包括日本第一柔道高手 东湘平三郎 和从无败计的俄罗斯大理事 康泰尔 韩木侠的名声越来越大 袁世凯都邀请他 做自己军队的武术指导 遇到周总理后 韩木侠对他的赏识和好感 从不掩藏 还多次感叹 两人的关系是 自己教周总理习武 周总理教自己做人 周总理也在学武上十分刻苦 从最基本的战装练起 逐渐练到了武器 韩木侠有一把真爱多年的大刀 是曾经击溃太平军 剿灭李开芳的 大清王爷 森格林庆的贴身武器 大清灭亡后 几经辗转 机缘巧合来到了韩木侠的手里 这当然是一把好刀 连韩木侠自己都不怎么舍得拿出来用 现在却毫不犹豫地 每天给周总理拿来练手 不得不说 武林人士讲究的是演员和默契 韩木侠既然对周总理十分赏识 当然也愿意将自己的爱物 拿给周总理用 还美名其约 宝刀配英雄 韩木侠是个习武之人 文化方面的底蕴就相对没有那么优秀 但他知道周总理是个品学兼优的人 还曾拜托周总理给自己家的家词 起个合适的堂号 周总理沉默许久 脱口而出 要不就叫韩九师堂吧 这个堂号贴合的是韩木侠曾拜九个师傅 既大气又很稳重 韩木侠对周总理就更满意了 周总理在南开大学毕业后 想去日本学习 韩木侠知道后 十分支持周总理的决定 还出资资助他出国 鼓励周总理学成归来后 干一番大事业 1914年 五四运动爆发 周总理从日本学成归来 为人也更加成熟稳重 对于各种进步活动的组织工作 也十分老练 再加上有真才实学 有思想先进 立刻成为了天津青年的领军人物 为了号召更多的学生 参与到民主活动中 周总理还曾经组织过一场 学生的一眼 特意来武馆 邀请韩木侠参加 为的就是让更多有志青年 看到建设国家的重要性 韩木侠欣然允诺 1924年 中山先生发起黄埔军校成立 周总理作为我党的优秀代表 顺理成章地成为黄埔军校的 政教部主任 接触了一大批新中国培养的 有志青年和军事人才 周总理来到学校没几天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原来韩木侠也被邀请来黄埔军校 担任首席国术教官 两人又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还是老样子 每天晚上周总理都要来到老师 韩木侠的院子继续学习武术 学武经历让周总理的工作更加方便 我们都知道 革命年代的周总理是典型的军政型领导 很少参加作战指挥 一直在部队总拦起把控后方稳定全局的工作 随着1927年后党内武装的逐渐丰满 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军队 虽然初期人数不多 但也在逐渐走向正规化 而就在这一时期 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全方位宣告破产 周总理认为 既然有了军队和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 那么就要全方位的准备起来 蒋介石不是有特务和情报人员吗 那我们也得有 因此在党内领导的一致同意下 周总理牵头 组建了我们自己的情报机构中特科 专门收集重要情报 辅助革命的行动顺利发展 窃取情报的工作当然是危险的 很多时候周总理都要往返各地 亲自组织各类工作和活动 有时候还需要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 因此便要面临很多苦难 其中就有摸上门的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 刺杀和抓捕共产党的活动 但每次周总理都能转危为安 这就得益于多年的武学生涯 在中特科成立初期 周总理负责把控工作全局的同时 还亲自授课 讲授一些隐藏身份 得到情报的小技巧 当面对敌人时 怎样实战脱身 怎样秘密抓捕特务 控制汉奸的技能 将自己曾经学到的东西 都交给了中特科的同志们 为我党我军的革命事业 做了重要贡献 随着革命事业的越做越大 任务更艰举 面对的环境和局势也更加危险 周总理和老师韩木侠在战争年代很少见面 但两人的情谊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少 抗日战争爆发后 韩木侠和弟子们也积极投身抗战 将自己毕生武学 都用在了驱除外移的事业中 1947年 韩木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一病不起 再加上贫困无法就医 一场立即带走了这位武学宗师的生命 周总理也听闻这件事后 很是难过 惋惜自己的老师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韩木侠虽然去世了 但他的武学精神依旧在传承 除了历年逃离满天下的弟子和周总理 他的一双儿女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他的儿子韩绍侠在1948年加入解放军队伍 亲自参与了解放全国的战斗 1951年还被编入志愿军部队前往朝鲜作战 1981年韩绍侠为了将父亲的武学发扬光大 决定重返武术界 将父亲的八卦掌刑一拳 免费传授给慕名而来 爱好武术的现代弟子们 周总理和韩木侠都称得上是中国的侠义之士 虽然方式不同 但都殊途同归 他们的愿望都是国家和平 人民安定 他们做的事才是真正的大侠风范 而周总理也成为了党内最为低调的武林高手